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Element UI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效果 Element UI中有很多的操作盗墓的效果 不管是轮波也好 还是那种什么点击之后的话 手风琴效果 很多很多的效果 都是依赖于盗墓操作的 而对于这些操作来说的话 我们能不能处理到呢 或者是我们从第三方引入这样一个 像我在这写的一个轮波下拉刷新 对吧 它能不能直接能够在我们的页面中工作呢 对吧 对于这块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有哪些呢 在这一块肯定确定就一句话 轮波就任何基于盗墓操作的这个库 必须在浏览器环境中运行 如果不在浏览器环境中运行的话 就会出问题 咱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弄一个 这个element Ui的一个效果吧 找一个element Ui 好 在这里的话 咱们找一个 找一个最简单的按钮 看一下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啊 长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要把这个按钮的话 给它拿过来 给它这个试一下啊 咱们还是把这个按钮 也给它拿过来 放在我们的这个 Cinema吧 Cinema里面没有用过 放在这儿 这个按钮能渲染出来吗 我看一下 保存之后 看一下能行吗 Cinema啊 放在我们的页面中 Cinema 放在这儿 点点一下就行 点到这儿 Cinema中 刷新之后 这是什么 咱们点击刷新 在这儿 从这儿 服务它来渲染之后 这不挺好吗 对吧 这挺好 我们这个 这个按钮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咱们这个里面的轮波呢 我们现在在这找到 虽然这个轮波 它是一个 这个移动端的轮波 对不对 P端的轮波 咱们找到它 别睡觉 今天敢睡觉 那是明显想吃雪糕了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这个 Covercell 这个吧 哪个哪个都行 这个点击 好吧 就这样一个轮波 我们要做这个走马灯 这个效果 我们先把这代码 给复制过来 拿过来 拿到我们的页面 那种 EL Covercell 对吧 就这儿代码 复制过来之后 在我们的 就在这个 Film这个页面上 因为咱们一会儿 要请求数据嘛 在咱们这个 Film.voe 这块拿过来 正好这个轮波 还要用过这个数据 拿过来之后 这些东西的话呢 应该有一个样式 这块样式的话 咱们给它复制一下 先看一下他们这个样式 是不是好用的 放在这里 保存之后 咱们来测试一把 对不对 运行之后 在我们的页面中 切换到我们的 Film页面上 大家看一下这个轮波 好像是好用的 对吧 这个轮波是好用 点击 点击 就是没有问题 同样的 我再刷新一下 从服务端来渲染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个轮波还工作了 还挺好 对不对 就这样的 其实在这 它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只要是你的这些 浏览器 来渲染的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 在咱们的这个 Nax Configure.js 中的话 对吧 它有没有一个注册 我看这个注册 商品上 在这写的 这个插件在这块 写的这个 对不对 我们的 Element UI 它会保证 这个插件 对吧 在什么 在你这个什么的时候 加载APP 挂载APP的时候 去运行 挂载APP的时候 去运行 它只会保证 在服务端的时候 在客户端的时候 它会去渲染它 所以我们则有这样 一个配置 只不过这个 Element UI的话 是咱们之前 就已经写好了的 或者这个框架自动 给它们配置好了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东西的话 你也需要再写在这里面来做 它可以 如果有时候 我想用Mate UI 那你也需要去下载 一个Mate UI 把Mate UI 配置到这里 这样才可以工作 那这样的话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数据 给它选出来呢 对不对 这块能不能做呢 选数据 我们 在我们的FailM页面中 这块数据 现在是写死了的 我现在又需要 把这个数据的话呢 给它做成一个 动态的一个数据 那这块我可以是 Loop类似它 然后对应的里面的话 是Item点 什么Binary ID 咱们把数据给 请留回来吧 我在这个FailM这里面的话 写一个AsyncData 又是这一套东西 我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只需要发 我打价克斯 就可以return access.i 不能.get 你还得配置你的 请求头 这一部分东西 Hiders 然后的话 它就是.zen 然后还要 怎么办呀 返回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的 loop类似的 res.data.data 不知道是点这个什么了 咱们需要 去请求一下 这个 找一下这个数据 看是什么 看我们是不是 这么轻松的就结束了 AX IOS OK了 我们去找一下 这个 MyZor中的这个数据 这是猫眼的 对吧 MyZor的这个 首页的这个数据 就这段 这段 OK 刷新一下之后 我们找一下 这段数据 在我们的 这里面吧 是这个吗 是这个 现在就是三个了 就是三张图片 就是三张了 就是三张了 这张显得跟它 短 对吧 其实它是 下面是一片白而已 好 我们这找到之后 我们复制出来 这个地址 复制出来 在我们的这个 页面中 放过来 然后再就是 我们的 Header中 给它放上去 这些东西 跟之前的都一样的 所以在这块 没有什么 特别要说的 好了 配着好这个关系 配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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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有没有加 好了 look类似的是 RES.data 我再来一个 点data 点data就可以了 RES.data 这是返回的 真正的数据 再来一个点data 就拿到这一个 三个点速的 那这样就拿到了 look类似的 拿到了支撑户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 atom in look类似 然后key值是 atom.r 搬的id 这是唯一的一个 id值 好 所以我们要写在这里 然后的话呢 这块就不是 H3了 对吧 我们在这可以写上 我们的 RMD这个标签 冒号src 等于 我们这块应该是 atom.r atom是这个对象的 点里面的这个 imageUR 这个属性 就可以了 第二 保存之后 好不好用 那运行修 测试一下 对不对 来到我们的项目中 啊 我们这张图片 好像有点大 是不是 刷新之后 再复端渲染 对不对 在这里 哎 成功啊 对不对 就这样一个效果 那在这点击的时候 在7万回来之后的话呢 对吧 这个效果也可以 只不过这图片 好像有点大 我们需要将这个图片的话 给它干啥呀 对吧 稍微调整一下啊 宽度的话呢 外的4 百分之百的这一个宽度 当然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这是 它的自己的一些样式 一些调整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效果就完成 好像这个高度的话 被它限制上了啊 这个插件 这个Element UI中的话 这个小的这个插件的话 好像是一个高度了啊 咱们把这个高度的话 给它去掉 你看一下 去掉这个高度 对吧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怎么感觉出问题了 刷新之后再来一遍 对吧 就出问题了 这个东西在 是不是 我那个点的那个 在这里 在下面这块呢 它这个高度默认是 撑开多少了 这么高了就 是不是有问题啊 变高了就 所以它需要设置一个高度 这个 这也算这个 因为咱们Slipper是不需要的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这个实际在演示的时候 需要设置这样一个高度 OK 这是关于咱们这种效果 所以说如果你想实验 任何其他的一些效果的话呢 你都需要 在你的这个 Nax的配置文件中的话呢 设置好 它是在咱们的浏览器段 去运行的 然后的话呢 在你的页面中的话呢 对吧 这个 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只不过这个组件在渲染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找一个 什么实际来渲染呢 就找咱们的这个 在客户端的这个实际 才来渲染这些组件 因为 这些东西在服务端是渲染不出来的 渲染不出来的 对不对 就这个轮膜的动物起来 因为它要操作 盗墓界点上的动物 那最终咱们来测试一下 对吧 这些数据的话 最终在刷新页面的时候 能不能被拿到呢 对吧 一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的话呢 对吧 右键查员嘛 在爬这个数据的时候 能不能拿到这些数据呢 对吧 是不是体验给渲染出来了 要在这里 在这里 对吧 我们这些 轮播这些数据 能不能拿到啊 是不是能 也能拿得到 在这里呢 对吧 这些数据 只不过这样的动起来 操作完这些盗墓的话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操作了呢 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 客户端上的这个 Element UI这些东西 给它出手化 它可是工作起来的 但是这些数据的话 是提前给它 选上去的这些数据 在百度 任何引擎来爬的时候 这些数据啊 都是能拿得到的 所以最终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的目的的话 是一致的 就是我希望 所有的这些数据 它是在服务端 能够选出来的 这样的话 引擎在做的时候的话呢 去找这些数据的时候 是完全能够找到 我们这些数据的 那这就OK了 这也是咱们要讲的 关于NAS中的这些东西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orite